接下来这个宿舍 他们从没有在公演舞台上 做过队友 却相聚在一个宿舍 成为舍友 可能是我们解释吧 我们宿舍 这个宿舍就是605宿舍 第一位学员 贵尚齐 请出列 加油 第二位 蒋敦豪 第三位 任银鹏 最后一位 林墨 请出列 你们有什么话想对自己的事有说吗 因为我们宿舍基本上每个人 每个人每天都抱着一本书 就是看 每个人在那看 看着津津有味 所以我们的宿舍呢 从最开始的叫什么Be quiet 我说改成叫图书馆的 因为我们每个人全在看书 真的都在看书 大家都比较安静 然后非常的舒服 然后是我觉得所有宿舍里面 最像睡觉的地方的一个宿舍 我想和他住一个宿舍 接下来我将公布你们的成绩 林墨 好快 恭喜你 第八名 成功升入第三赛段 请前往属于你的位置 我到第八了 我到第八了 我的天 给我给我给我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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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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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任盈鹏 恭喜你 第十七名 成功升入第三赛段 请前往属于你的位置 好 帮 没事 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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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掉了六名 好多 蒋敦豪 跪上棋 很遗憾 这一次你们止步于第二赛段 请回到你们原来的位置 谢谢 加油 继续 我们一起写歌 下面请声段学员 一次发表你们的声段感言 首先就是非常谢谢创始人们 给我撑腰 相比第一赛段的顺微发布的 环节来说 我其实有想通很多问题 就是上一次我可能觉得自己 很多地方不太适应 然后有很多疑惑 然后经过了二宫的舞台之后 我觉得 就做我喜欢做的事情就好了 然后也有人看到有人去支持 希望在接下来的比赛里面能够 保持清醒 然后 勇往直前 谢谢 谢谢 哎呀我的天哪 我上次在第六名 我都跟大家说了 我想一路顺到一 结果一路顺到了八 嗯 但是也没有关系 我觉得这个八这个数字也不错 因为我觉得是八方来采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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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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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巍巍 该着收拾人们 该着收拾人们 白天工作 该着收拾人们 该着收拾人们 夜晚工作 就说帮我拿一下这个 你们真的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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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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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不错 我觉得我能到这个八的这个位子 绝对 大家肯定都是非常的用心的 花了很多的精力 你没有点取笑吗 所有人的发言人都好紧张啊 嗯 那我就要做那颗不一样的烟火 我就要风趣一点 所以当别人说 因为这个孩子有点天赋 就是有点 吊儿郎当的感觉 对 吊儿郎当 听这种评论会怎么办 我要真吊儿郎当 我的舞台还会有这些 真的是 如果真是吊儿郎当 舞台上绝对放炮 不要去多散吧 我还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一个人 对待舞台 你觉得第八名对言 会因为是什么 世界那么大 我们一起吧 在我心里面 你们是最最最最重要的 以后一定要叫我叫我名字 谢谢你们 就这样 谢谢你 谢谢大家